死亡到來之前 你還有權利用板插把刀插掉重化 你還可以重化喔 但是你死亡到來的時候 你就沒有機會了 你又變成要任命了 你又變成萬般皆失業 半點不用人 佛法的因果思想是隔代受報的 三事兩重因果 他不像儒家那麼狹隘 你今生造善 你今生得安樂果報 佛法不是這個意思 佛法是人生的因果是隔代受報 叫一手果 前世造的因今生才開發結果 你今生造的因哪一世才開發結果 叫做隔代受報 這是佛教的因緣觀啊 也是自作自受 只是他從因到果 他必須要有一個成熟的過程 如此罷了 好我們看總結 故業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所以 到底 什麼是正 什麼是邪 答案是 你如果心是正 一切法就是正 你的發性是邪惡的 你不管做什麼 即便你護持三保 好都是邪惡 佛教的因緣觀是這樣判斷的 以心為主的 生命的水流 生命的水流是由你的思想來主導的 你的思想 到一個成熟的階段 來生又變成一個業力 這個業力 這個業力 你又用一個思想來面對 那麼你這個思想到一個程度 到來生又變成一個業力 所以人生永遠是業力跟思想的合合 業力你做不了主 思想你可以決定 但是當你死亡到來的時候 你這一生的思想就轉成業力 就是這麼回事 我們現在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學習佛法 我們往往把心放錯了方向 一般的眾生會把心去追求一個 你做不了主的東西 就是追求外境 你這個就搞錯了 外在的環境你做不了主 你要去培養你的一個美好的思想 我們現在人就是 強作主宰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 釋迦族被滅的時候 佛陀用神通三次的抗拒 流利王還是把釋迦族給滅了 萬般皆是夜半點不憂人 貴為死法界的佛陀 佛為法王依法自在 有人就問說 你是一個佛陀 你連你的家族都保護不了 不是這樣講 這些眾生因人業力成熟了 我們現在要講一個觀念 諸法因延伸不是佛陀創造出來的 宇宙間的鬼則不是佛陀說了算 是佛陀他發現的 不是他發明的 我們佛教徒跟上帝思想不一樣 上帝的思想是上帝說了算 佛陀是身為覺悟者 他看到了宇宙人先 他遵循一定的鬼則 造善成就安樂的果報 造惡造形成痛苦的果報 他發現這個真理 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讓我們也覺悟這個真理 是這個道理的 諸法因延伸不是誰發明的 是宇宙的道理本來如此 而整個所謂的善所謂的惡 就是你的內在思想的栽培 好 那麼 這個地方 印光大師 他講一個批育 給他做一個參考 說什麼叫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呢 他說啊 印光大師說啊 他說這個毒蛇啊 他跑去喝水 這個牛啊 也跑去喝水 但是毒蛇喝了水以後 他心中有稱心啊 他把水啊 轉成毒液 商人的毒液 牛 他有慈悲心 他喝了水以後 轉成一種牛奶 來滋養眾生 你看同樣是水 那麼 水也沒有錯 水就是沒有自信了 就諸法不自信了 一切從延期 牛去喝水變成牛奶 毒蛇去喝水變成毒液 所以 如果你問我說 你今生不思辭介 你男生會去哪裡 答案是 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你用什麼心態呢 答案是很難講 很難講 因為 你那個主導者 你那個馬車 是很重要的 你用什麼心態 去造作這個業 是關鍵 因為生命是由思想來帶動的 所以我們在判斷善惡 你要知道 你的耐念心 是主導者 好 那麼這個觀念 我們下一堂課 會把它 從日常生活的五運身心 再把它 發揮出來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大家 打開講義 第五面 以二 五運主人 在我們大政佛教啊 因為個人的根基的不同 有很多的宗派 但是你不管什麼宗派 佛教的共識 就是諸法因言生 這是所有宗派的共識 一切佛法不自身 也不他身 而是因言生 諸法因言生啊 佛教在前世因言的時候啊 是從兩方面來前世 第一個是過去的因言 你從什麼地方來 你一個人到了四十歲 你只要反省你這四十年的遭遇 你大概要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 如果你很貧窮 你從淺灘的思想而來 如果你很富貴 你從不失的思想而來 所以佛法從現在 是可以看到過去的 這是第一個因言 過去的因言 你從什麼地方來 第二個 未來的因言 你將往哪裡而去 這是佛教的重點 佛教是重視未來的 你檢討一下你的思想 你大概也知道你來生 你將往哪裡而去 你是三二道的總性 你是人天總性 二稱總性 菩薩總性 你經常行什麼樣的思想 這個就是所謂的 諸法無性 進隨心轉 心為菩提 一切法去菩提 心為名利 一切法去名利 所以大聖佛法認為 法本身不能判定好壞 那麼誰決定這個好壞呢 進隨心轉 你為了菩提而掃地 掃地是無上成佛的資料 為了名利 為了名利性而掃地 掃地是你墮落的因言 是這樣子的一個判定 那麼這樣的因言觀 我們從鄧元晴的角度 來把它加以說明 我們看以二的五印主人 五印主人啊 佛陀在《嫩人經》啊 一再地問阿難尊者 所謂的七處真心 就是你的心到底在哪裡 那麼你的心在哪裡 也就決定你一個人生命的層次在哪裡 你的層次 你要嘛孤獨 跟六卿啊 無緣 感情空虛 要嘛貧窮 身體有病痛 就是為衣食奔忙 貧窮 第三個 殘缺 身體有病痛 孤瓶殘 你一定有一個 人生沒有十全十美 人生是有切角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過去在起美好的思想 我們也起了一些不好的思想 所以他得果報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一些罪業啊 有一個出口嘛 人生是不圓滿的喔 如果你要追求圓滿的人生喔 那表示你在打望 環境不好 這樣是不對喔 不對喔 物質世界只佔百分之二十喔 你心靈的世界 你的素質 你心靈素質很重要 你看你的感受 你的想像 你的造作 你的了別 受想形式佔百分之八十啊 那個想像很重要喔 非常重要 你的人生活的快樂不快樂 活的幸不幸福 你是不是有一個正面的思考 是很重要 因為感受 它只是一個短暫的刺激啊 但是你長時間來說 你心中的一個思考性 你正面思考 負面思考 差很多 清朝末年的時候 八國年金啊 他達到北京的時候 持續胎貨啊 倉皇逃走 就逃到民間去了 到了民間咧 因為那個時候 古代民間沒什麼肉食 都吃野菜啊 就煮了一盤野菜給他吃 他吃了以後 哎呀 非常甜美 留下美好的印象 但是他這個亂世後來處理了 他又回到北京了 他就派他的侍從啊 去找那個野菜 結果野菜回來北京煮的時候 他吃下去啊 甜美的感受快樂 並沒有出現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逃走的時候 他內心啊 有慚愧心 感恩心啊 所以他吃什麼東西啊 因為他產生一種正面感恩的思考 他產生快樂的感受 他回去以後 高慢性又升起了 他就不能產生快樂 諸位我們要知道 一個人的快樂痛苦啊 你的思想 你的那個 你的這個正面思考是很重要 你看你不要看一個人住豪宅啊 你會喔哇這個人住豪宅 他一定每天很快樂 未必喔 他第一個月肯定很快樂 因為第一個月他眼睛看到的 耳朵聽到的 都是美好的感受 但是 如果你一個人的成績 永遠活在這種感受 感受會遲鈍啊 他刺激久了 他會認為這一切的受用 通通是應該的 他的感恩心沒有了 他再也不能出現快樂 你看有些人 如果你個性高慢 個性柯薄 我告訴你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很難出現熱獸 你就糟糕了 有些人的生命很難出現快樂 熱獸很難 所以他為什麼要去找刺激 因為他根本沒辦法出現熱獸了 你要怎麼辦 而他不能自我反省 所以你一個人追求物質是無底洞的 你今天這個物質刺激讓你快樂 你下一次要更多的東西來刺激你 你才會出現熱獸 你下一次又要更多更多的東西來刺激你 這是一個無底洞 你最好的方式是培養一個謙卑感恩的心 你永遠產生熱獸 所以說 在整個 中國文化也好 宗教師也好 都在 改造我們的想像 一般的宗教師 一般的教育家 都是在改變我們的想 只有佛法看得到形印 這個形印我們再談 想 就是你是不是活得快樂的關鍵 在中國文化的 易經的思想 他認為響應 決定一個人的幸福快樂與否 那麼在整個易經思想說 你一個人要活得快樂啊 有三個條件 來培養你的想像 第一個得位 在易經認為人一出生是有定位的 你有定位喔 你有你的位置 你要找到你的定位非常重要 你看那個 魚 在海中游啊 游得很快樂啊 如魚得水啊 但是這個一個鯊魚啊 跑到沙灘上啊 連一隻螞蟻都不如 因爲什麼 他跑錯定位了 你看馬在馬路上跑得很快樂 他跑到海裡面去啊 一隻馬 連一個蝦米都不如 他跑到海裡去 他不得位 你看那個鑽石啊 鑽石他把它放在 紐約的櫥窗上面啊 他放出種種的光明 很多人讚美 他得位 鑽石 把它放在百貨公司 他得位 但是你把鑽石放在非洲 他連一塊麵包都不如 他沒有麵包那麼實用啊 非洲人他怎麼欣賞鑽石 他不會辦法欣賞 所以 你 人生當中 人是有位置的 我們不能像觀世音菩薩 是普門式現 觀世音菩薩沒有位置 他隨時可以調整位置 那是他正得空性 凡夫一定有位置 找對你的定位 你適合幹老闆的 你就幹老闆 你適合做別人配套的 做錯配套 沒有對錯 找到你的位置 你就如意得水 現在人很多人工作壓力很大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你不得位 很多人去做工作 他不是從他的個性去選擇工作 他是看家人的期望 社會的期待 而去做他不適合的工作 你今天不得位 你就壓力很大 因為你 我們講過哈 人不能抗拒你的過去 無量節的生命 你已經累積一種個性思考 你要傳承過去 所以那個人已經講 一個人休學 你要救路還家 你是什麼樣的因緣 你就從那個地方回去 你不能抗拒過去 我們是先繼承過去 才能夠開創未來 如果你做工作 只是身體很勞累 身體勞累沒問題 你睡個覺精神就好 但是你心裡的壓力 那誰都沒辦法化解 因為你不得位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你要得位 找到你的位置很重要 這個沒有對錯 找對的位置就是吉祥 第二個得時 人是有時間因緣的了 你看諸葛亮 諸葛亮是中國的才子 上通天文下通地理 他的時間因緣沒有到的時候 以他的才能 尚且在沃龍山等了17年 等待劉備的到來 時間因緣不到 他只能夠在那邊種田看書 所以第二個要得時 你的因緣 時間因緣成熟了沒有 得位得 第三個得忠 這個忠不是忠道 這個忠是忠庸的意思 在中國文化裡面解釋忠庸 是謙卑的意思 他以謙卑 這個謙卑的表現 在易經用三個內涵來表達謙卑 第一個守餘 這個餘不是餘吃 這個語就是你要能夠 學吃虧 人跟人相處 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你啊 多學吃虧 培養你的厚德 守餘 這個守落 人的個性啊 不要太剛啊 得理不饒人 那是世間法 菩薩道是得理要饒人 要理直氣柔 你的個性條柔啊 你不容易受傷 你看那個颱風來啊 大樹都被吹倒了 潮永遠不會吹倒 因為潮是條柔 守移 守落第三個處下 人要低調 因為你看 古代的人都是從大師展去體會 因為你看 所有的能量啊 都往低處跑 高處不能累積能量啊 人生啊 的道理啊 是言行的理論啊 不是直線 什麼叫言行理論呢 物極會必反 人沒有說一次好一次好 無止境的好過去 你看一個夜量 一直演一直演 演到最後怎麼樣 夜演則切啊 你看一隻帳槽 一隻帳槽 帳到最後怎麼樣 要退槽 所以古代的人 他永遠不可能把人生 把它用到最圓滿 因為你一圓滿意味著 你準備要往下走 就低調 處下 你手上有十塊錢 你去買一個便當 我不知道你會買幾塊的便當 你應光大師的標準啊 你只能最多最多 最多買六塊 人的福報 只能夠享受六分 由四分到臨命中的時候 享受 因為厭我臨終無障礙嘛 善終是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低調 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啊 把它弄到啊 極限 因為一個人極限啊 他要反轉啊 無極必反 這叫七極僻兄之道 守於守落處下 這個是 古代的易經的一個 謙卑的文化 那麼 那 這個就是在培養一個 因為你這樣子 你才能夠經常出現快樂 你才有無雄盡的快樂出現 你才不容易產生災難 這個是想 幾乎所有的文化 哲學家 宗教師 在思想教育 都到想這一塊 培養一個正面的思考 如此而已 只有佛陀的出世 講到了心印 心印是什麼呢 佛教說 我法二子 一種執著 簡單的說是一種生命的盲點 每一個人都有盲點 你如果沒有盲點 你不可能來上去投胎了 就是這種盲目的追求 佛陀的大弟子 涉利佛尊哲 他曾經做五百次的毒蛇 這個公案我們講一下 涉利佛尊哲 他本來是一個商人 他在波羅賴國是一個商人 他每天啊 辛苦的工作 他把他賺的錢幹什麼 他把他換成黃金 因為他執著那個黃金 他以黃金為盲點 一種盲目的追求 所謂的盲目就是說 這個東西 並不能給你快樂 但是 你還是會去追求 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 盲目嘛 那麼他累積很多黃金以後呢 他把這個黃金啊 造成一個保瓶的一個造型 他每天啊 辛苦工作 一回到家 把這個黃金一拿一看 所有的疲勞通通消除 啊 那麼一生總共賺了七個保瓶 但是 人的精神體力是有限的 他終於死亡了 死掉以後 因為他對這個黃金有堅固的持取啊 他變成一隻毒蛇 所以他的善意也表達不出來 因為他那種 妄想執著很重 變成一個毒蛇 他就守在那個黃金那個 他把那個黃金埋在那個地 地下嘛 就把他守在那個 守在那個黃金旁邊 誰一靠近 他就警告他 你再靠近他就傷害你 做了五百次的毒蛇 最後一次 他突然間一覺醒來啊 他開始啊 回光返照 一個人開始自我反省的時候 你就有救了 你的盲點喔 誰說你通通沒有用 一個人要不自覺 誰拿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開始自我反省 說這個黃金真的讓我身邊產生快樂嗎 未必 這種盲目的追求啊 所以他開始自我反省以後 他就 下定決心啊 就 跑到毛路旁邊啊 找到一個 眼看著很善良的年輕人 就說我希望把這個黃金供養給三寶 你可不可以把我 把這個黃金帶到三寶的地方去 後來這個年輕人就被他感動了 拿那個扁蛋啊 左邊晃黃金 右邊晃毒蛇 就挑的到寺廟去 師父給他奏宴 說法以後 後來這個毒蛇就死掉 生他逃了一天去 當然盲點消失了 最重新起江金燦啊 欣若滅是罪以往 整個盲點消失了 一眼就變了 那麼這個毒蛇 是瑟利佛尊者的前身 這個挑扁蛋的年輕人 是釋迦摩尼佛的前身 所以這個形影啊 它是一個執著點 那麼這個形影表現出來呢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你心中的直取 我們可以分成三類 剛剛無印 下等人 人生追求的是什麼 他的盲點是什麼 就是社運 追求成敗得失 榮華富貴 這種人 生命當中一定會出現兩個下夢 第一個 這個人 他很容易產生痛苦 因為他追求一個他根本不能決定的東西 我們前面說過 人不能追求成敗得失 人生只能夠重視過程 因為成敗得失是 你這個過去的業已經成熟表現出來 你只能夠接受 所以你追求成敗得失 意味著你永遠處在被動 因為成功失敗不是你說的算 你不要以為說你能力很好 加上努力 你就可以成功 能力好又努力的人多了去了 你要加上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你的福報了 所以你如果追求成敗得失 你今生一定很痛苦 躁動不安 因為你追求一個 你完全做不了主的東西 第二個 你來生很容易墮落 因為你在這個物質世界打轉 你很容易造業 你很容易造業 所以說 下等人追求成敗得失榮華富貴 中等人開始從心靈世界去探討 比方說 中國的文化 意境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 乃至於一般的宗教 開始從響應下手 所以他從成敗得失提升到什麼 七級辟凶 以苦得樂 人 只能夠追求七級辟凶 不能 因為成敗得失不是超市在我 七級辟凶你可以決定 禮苦得樂 你可以決定 你培養一個美好的思想 來面對人生 我一個月賺一千塊 我一千塊有一千塊 快樂的方式 我一天賺兩千塊 我兩千塊兩千塊 讓我自己快樂的方式 快樂以火超之在我 成敗得失 我不能決定 但是你是不是活得快樂 這個你可以決定的 快樂跟成功 不會是畫等號的了 所以第二種人已經怎麼樣 他的心靈素質更高了 他放棄的不能決定的成敗得失 一切隨順一言 第二個開始 經營他的心靈世界 讓自己活得快樂 活得感恩 這個算不錯了 但是從大政的角度來說 這樣是不能了生死的 你今生活得快樂 那哪一生呢 所以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所以從成敗得失提升到 屈級僻胸 到佛法的追求無上菩提 叫超越極胸 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 菩薩道的人生觀 你要超越極胸 你真實發菩提心的人 沒有極胸的概念 人生只有該做不該做 你看看菩薩界 該做 吹千萬人無往矣 不該做你就不能做了 你這樣子做 對你會有傷害 對眾生有好處 菩薩會去做的 因為他沒有極胸概念 當然這個不是故意勉強的 而是他有這樣的心理素質 他的智慧平台夠高 他是怎麼看人生呢 因為他把人生當中 因緣法就是 因緣合合 希望有生 因緣別離希望明滅 也就是說 你菩薩道 你要發菩提心 你目標要定得高 你智慧水平一定要高 我說你發不出來 空聖劍有很多的說法 我習慣用楞元經的說法 楞元經把人生啊 代作來無所從 我去無所止 來無所從就是 人生沒有頭也沒有尾 人生沒有結果 真的沒有結果 從世間法的角度沒有結果 你說人生的結果是什麼 佛陀在金剛經 用夢幻泡語來解釋人生 所以做夢 你第一個夢夢到你是做國王 第二個夢變成 第一個夢做完 接著做第二個夢 我們一天平均做五個夢 第二個夢變成螞蟻 那你說這個國王的結果跑哪裡去 你第一個夢明明是做國王 你第二個夢變成螞蟻 那你這個國王的結果是什麼 國王跑哪裡去的 沒有結果了 沒有一個人的人生是有結果的 世間法 佛法有結果 佛法是修陰正果 你的善根 你的資良 會下去到來生 那是初世間佛法才 初世間法有結果 世間的融華富貴 通通沒有結果 萬般代不起就是沒有結果 因為那死亡到來的時候全部破壞了 你那有什麼結果呢 那人生沒有結果怎麼辦 人生只有過程 就是讓你歷練 所以 我們先預告一些觀念 你現在你要是發菩提心 你要建立一些基本的概念 否則你菩提心發不出來 你必須把人生的受用 你是來享受人生的 你不提心就發不出來 你要把人生當作歷練 你借假修真 人生是沒有結果 但是有過程 你利用這樣的順利的音言 也叫順利皆方便 你利用這個人生的過程 來懺悔業障 來積極資良 這個叫做有結果 你要把沒有結果的人生轉成有結果 你的智慧水平就要提升 我再講一次 人生不能來當作受用 只能當作歷練 你就對了 你這個心態一轉過來 你菩提心救的東西發起來 如果你還活在成敗得失 你還活在趨極僻凶 你今生跟菩提心就沒有緣了 沒有緣了 因為你的智慧水平太低了 所以我們 把人生分成三種人 第一個追求成敗得失 第二個追求趨極僻凶 第三個是超業極凶 追求無上補體 沒有好壞了 人生沒有好壞了 它這個過程哪有好壞 酸甜苦辣 對身體都有幫助 你都必須要去償 你的營養才能夠均衡 誒 適當的痛苦 能夠培養你的忍耐 你一個人順境的話 你的忍入波羅蜜 從怎麼 你那個忍力 所以一個人啊 你看一個人有衝勁 你要有忍力 安忍不動 如果諸位你做過閉關家庭就知道 忍力比恨力更重要 很多人閉關三年到最後出來 不是他沒有衝勁 他忍不住 如果你修行久 你會知道 一個人忍力比衝力更重要 真的 唱空書說 修行啊 要上水滴血液 唱空書說 修行啊 是點點滴滴的功夫 不要用這種暴風雨的修學 暴風雨的修學不會持久 你看我做生教育做了十幾年 我和一個人讀佛學院 一天拜一千拜 我心中很害怕 這個人住不久 住不久啦 一個人拜兩百拜 我內心很高興 這個人可以住很久 因為他是用滴水式的修行嘛 我跟諸位講 你真正的修行是點點滴滴 像水滴血液 那滴水常有者能穿實 不要做那種暴風雨的修行 那個沒有用 那個不會持久啊 而且那個修行也不會深刻啊 你看我們導火機 我們第一件 調身調息調心 一定讓自己放鬆 專注緩慢 就是你要向水滴血液 如果你身心很剛強 你不會持久的 修行不是跑一百公尺啊 諸位你知道嗎 是跑馬拉松賽跑 你一開始衝得很快 到最後你這個跑